聊斋之意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二商 举现有姓商的兄弟 哥哥富裕 而弟弟穷困 两家隔墙而居 康熙年间发生了大灾荒 弟弟家连早晚两顿饭也吃不上 一日中午时分 商家老二还没有做饭 饿得走来晃去 也没有办法 妻子让他去向哥哥求告 商老二说 哥哥不会可怜我们的 如果他可怜我们贫穷的话 早就会给我们想办法了 妻子坚持让他去 他便让儿子去了 没多久 儿子空手而归 商老二问 怎么样啊 妻子又详细问儿子 伯父都说了些什么话 儿子说 伯父看伯母眼色 伯母对我说 兄弟已经分居 有饭各自食用 谁又能互相照顾 商老二夫妻听了这话默默不语 暂时把家中无用的弹弹罐罐卖了 换了点糠笔来吃 村里头有三四个恶棍 看到商老大家有钱 夜晚跳墙进入他家 商老大夫妻从梦中惊醒 赶快敲着盆子大声呼喊 邻居们都讨厌他们 没有帮忙的 不得已 他们只好赶忙喊商老二 商老二听到嫂子呼救 想立刻就去 老二妻子拦下了他 大声对嫂子说 兄弟已经分居 有货个人承受 谁还顾得了谁啊 不一会儿 强盗冲入老大家门 把老大和他妻子捆起来 用烧红的烙铁来烙 老大夫妇疼得惨叫 商老二说 他们固然无情 但也不能坐视哥哥死而不救啊 于是领着儿子跳过墙去 大声急呼 老二父子向来勇猛仗义 人们有所畏惧 盗贼又怕引来别人援救 就都跑了 老二见凶嫂满腿娇狠 他把凶嫂扶到床上 把丫鬟仆人都叫回来 然后才回家 商老大虽然受了伤 但钱财还在 老大对妻子说 现在留下的这些财产 全是弟弟给保留的 应该分给他一些 妻子说 你若有好兄弟 就不受这个苦了 老大也就不说话了 老二家又没有粮食吃了 心想 这次哥哥必定会有报答 可老大家仍无动静 老二的妻子等不得叫儿子上老大家借来粮食 儿子拿回来一斗小米 老二的妻子嫌少 气得要送回去 被老二制止住了 过了两个月 老二贫穷得支持不住了 老二说 现在活不下去了 不如把房子卖给哥哥 哥哥如果不愿我离开 或许不忍心要咱们的房契 而能帮助点 也未可知 即使不这样 我们能得十几两银子 也可以活下去 妻子觉得很有道理 就让儿子拿上房契找老大 商老大把事情告诉了妻子 并且说 弟弟即使不好 他也是我的亲手族啊 若他走了 只我一个人 不如把房契还给他 周记他一些钱财 老大妻子说 你说的不对 他一走来威胁我们 如果按你说的般 恰恰中了他的计 世上没有兄弟的人便都死了不成 我们可以修高为强自威 不如留下他的房契 任凭他倒别出去 我们的住宅也变大了 商量定了 让商老二在房契上画了鸭 给了房钱 就让他们走了 商老二于是搬到了邻村 原来村中的那些心怀不满的人 听说商老二搬走了 又闯进商老大家 捉住了老大 又抽又打 用了各种独行折磨 十分悲惨 家中所有的钱财都为了换命而给了强盗 强盗临走时 打开粮仓 呼喊村中的穷人任意来拿 粮食瞬间就被抢光了 第二天 商老二才听说了这件事 跑去一看 哥哥已经神志不清 不能说话 睁开眼睛看了看弟弟 只有手抓床席而已 不一会儿就死了 商老二到县衙状告强盗 围首的强盗已经逃窜 无法捉拿 强米的老百姓有十余人 都是村里的贫民 官府也无可奈何 商老大只留下个五岁的儿子 家里已经穷了 孩子往往自己跑到叔叔家 住了几天都不愿回去 要送他走 他就啼哭不止 商老二的妻子以白眼相待 很不喜欢这个孩子 老二说 他父亲不仁义 他的儿子有什么罪呢 就买了几个蒸饼 亲自把孩子送回去 过了几天 又避开妻子 暗中背了一斗米送给嫂子 让他抚养儿子 像这样渐渐成了习惯 又过了几年 商老大家卖光田产 老大的妻子得了钱 足以自己 老二才不到老大家去 后来有一年 又闹灾荒 路上经常看到饿死的人 商老二家人多得顾不上别人 商老大的儿子十五岁了 体弱得干不了活 就让他提个篮子 跟着叔叔家的哥哥卖烧饼 一天夜里 商老二梦见哥哥来了 面容凄惨地对他说 我听妻子的话 一致失去了兄弟情谊 弟弟你不计前嫌 真让我羞愧啊 卖掉的老房子现在还空着 你赶快去租来住进去 屋后的草棵子下 藏有一较银子 挖出来可以小妇 帮我照顾儿子吧 那个长蛇妇我很恨他 就不要管他了 老二醒后感到很奇怪 花大钱租下房子 才住进了老房子 果然挖出了五百两银子 从此以后 不再让儿子和侄儿卖烧饼 让兄弟俩在街市上开个店铺 侄儿很聪明 既账算钱都不出差错 又诚实忠厚 凡是银钱出入 一文钱也要向叔叔禀告 商老二更加喜欢这个侄儿 有一天 侄儿哭着请求叔叔给他母亲一点米 老二的妻子不想给 老二体会到侄儿孝心 就暗月给嫂子一些钱粮 过了几年 商老二家境富足 商老大的妻子病死了 商老二也老了 就和侄儿分家令锅 把一半家产给了侄儿